完了完了 我有好几种药材没辨别出来 哎呀这个怎么办呀 我估计连十种药材都没辨别出来 这下肯定要给淘汰了 勉哥 你呢 我都会 哎呦 不愧是我勉哥呀 这鼻子就是凉 不像那个臭婊子 噼里啪啦说一堆 一看就是懵的 那肯定 这么多种名贵药材 像这种乡业村妇 接触都没机会接触到 张栋 蒙眼识别零种药材 淘汰 兄弟 第一种药材你都没辨别出来 你还想拿第一啊 哎呦 闭嘴 你呀 比我好不到哪去 曹全 蒙眼识别十二种药材 合格 哎呦 不好意思啊兄弟 我比你强一点啊 没关系的 还有这个臭婊子 陪你一起淘汰 跟这 跟这种垃圾一起淘汰 这 简直是我的耻辱 王勉 蒙眼识别 十六种药材 再列第一 王副会长 公子年纪轻轻 天赋俱佳 未来成就可不低于你啊 无负无全子啊 恭喜王副会长 培养出这么一个 优秀的技情人啊 两位过奖了 没能拿到满分 我多少有些不满呢 免哥厉害啊 哎呦 我就说 咱免哥 那是相当牛逼 免哥 稳啊 赵俊人 你识别出了几种药材 不会 连我一半都没答出来了 林强威 蒙眼识别 药材 满分排名第一 什么 蒙眼识别药材没有错误 二十床 这不可能 主持人 你一定搞错了 我们的成绩 都是经过严格验证的 不可能出错 你说一个赤脚医生 他竟然能满分 绝对是蒙的 对 蒙的 一定是蒙的 你蒙一个试试 你要是不服 敢不敢跟我再比一次 我 够了 还不先丢人吗 中医协会选拔大会 公平公正 不会有错的 林强威 便要比试 第一 王府会长 好眼光啊 不仅自己儿子这么争气 就连给明儿的赤脚医生 都这么出色 是啊 看来啊 这次中医协会的选拔会啊 就是王府会长啊 你这一门的内斗了呀 林强威 不过是与我有缘 况且他不是我门下的人 我对这个吃脚医生啊 你不看好 刚才 只不过可能是他运气好罢了 借货 这一轮你不过侥幸赢啊 下一轮 我不可能让给你 希望你的实力 跟你的口气一样大 哼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比试 诊病 通过中医四诊 诊断这位患者的病症 主帅 这距离这么远 怎么诊断 本次比赛的规则 三位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诊断 但是不能接近患者 问诊顺序 由第一轮排名 曹全第一位 大爷 你哪里难受呀 什么瘦 你哪里难受 我不养青瘦 我是问你 你身体哪里不舒服 身上痒 没有狮子 我没狮子 耳背 这绝对耳背 这是你的判断结果 开玩笑 我再想想 鬼衣门绝技 闻心斩 传闻 鬼衣门的传人啊 嗅觉都非常灵敏 能够通过气味诊病 今日得见了 果真名不许传呢 味色气味 身心俱比 面色苍白 言不达意 这是种精神类疾病 鬼 鬼 好多鬼 他答应你们吓我呀 你后面有个女鬼 吐着沙头 王先生 这绝对是王先生 有请下一位 王勉 我宣布 中医各派数业有偿 顾本轮允许选手 邀请场外援助 副会长 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我身为中医协会副会长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你有意见 爸 我问病人几个问题 你帮我观察他的状态和神色 嗯 大爷 你身边 是什么鬼啊 你胡说 哪有什么鬼啊 我妻女一来接我回家 大爷 你妻子让你把舌头伸出来看看 还问你身体哪儿不舒服 啊 好好 不对 我妻女早就死去多年了 怎么可能在我身边 我同院 救救我 形皮面红 舌红开黄腻 眩晕头痛 猜疑妄想 半听幻觉 这是精神分裂之症 具体是阳性病症 还是阴性病症 需要切脉之后 才能详细的诊断 嗯 接下来由林强威进行诊断 还诊什么呀 妄文问三种方法 我跟免格已经尽数用过了 而且病人的病症 已经诊得差不多了 他还能诊出什么名堂啊 怎么 不会了 像你这种身份卑微的 赤脚医生 恐怕连场外援助 都找不到人 我看 你还是乖乖洗干净 在床上等我 谁说的 姜薇 我来帮你 爸 你别捣乱了 我知道你会点医术 但是这里没有你发挥的余地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个臭宝洁的 想帮你闺女 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 哦 难道你还有什么神乎奇迹的诊疗手段不成 那倒没有 我就是一个乡下野医生 以前在乡下啊 跟别的医师偷学了几招 这怎么谁啊 竟然都来参赛了 让我事实又何妨 何况我又不一定接触患者 简直满口胡言 老夫行医医生从没听过你这种荒唐话 柔其父必有亲女 赤脚医生走街串巷 就会染上江湖恶心 我看 妇女二人就是一丘之河 只会吹牛行骗 没错 小的骗不了了 老的上来 你们还是主动退出吧 免得丢人信 那滚吧 你们这样的骗子 简直辱没了中医的名声 他原来是个骗子 看这样子不像什么好着 小剑人 有你这个无能的爸 你啊 跑不出我的蛇脚心的 想让我认输 做梦 爸 你别添乱了 我自己定下的毒约 我自己承担 傻丫头 我是你爸 我怎么能看你羊入虎口 你相信我 这一局啊 爸替你赢下来 你怎么说 爸 你在干什么 枕脉 射怎么枕 你这在逗我吗 刚刚就不该相信你 哎 果然是江湖骗子 搞得这么花里胡哨了 能看出病来 我想起来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悬丝枕脉 这就是传说中的悬丝枕脉 悬丝枕脉 这不存在传说中吗 难道现实中 真有如此缺迹啊 不清楚 不过 古迹中啊 有此记载 至于真假 就不得而知了 这臭宝节 估计是短剧看多了 还知道悬丝枕脉 这样子还学得挺香 会不会看 还不一定呢 悬丝枕脉你也会 李莫 你到底是不是医生 真相很快就会揭晓 爸 你想让我用悬丝枕脉枕病 可是我不会啊 林强威 你爸是猴子醒来的逗逼吗 怎么 以为把样子做出来 就能看病了 你不会啊 我可以教你 说得好像你会一样 就算你会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交换你女儿 把悬丝枕脉当做什么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绝技 臭手地的 我看你啊 就在戏弄我们 赤脚医生啊 果真是叫做骗子 而等目光短浅 愚昧无知 谁又何曾是 真正的天才医者呢 小薇 静思 静思 凝神 感受丝线上的跳动 感受气的流动 脉弦华术 素体阳胜 那就是心动的 血丝枕脉 欲怒伤肝 气欲晃 诊记神分裂症阳症 天哪 脉象极为准确 这 这真能诊断出来啊 竟然真的在 如此短的时间里 学会了 血丝枕脉阳迹 难以置信啊 老夫啊 从一半生啊 真的能够见到 如此神迹 有幸有幸啊 老的身藏不露 小的天父超群 这对妇女 到底是什么人 枪威 诊断得不够详细 继续准 除尽上述症状 他因酒病之后 气血失合 心主血藏神 肝藏血射魂 心神失影 导致魂不守 才有刚才的外在表现 皇帝内经说 心者 五脏六腑之大主意 心主神志 心静下来 病就好了一半了 嗯 神乎其气 神乎其气啊 竟然连酒病唯一都断了出来 这悬丝诊脉 果然神奇啊 悬丝诊脉只是手段 而刚才林枪威 对患者的诊断 靠的是精湛的医术 简直是天才啊 是我们中医界的天才啊 哎 绵哥 这不对劲啊 这对妇女 好像真有两把刷子 尤其是这老头 竟然会悬丝诊脉 我们这次 碰到对手了 无妨 接下来 是最关键的治病环节 我传承了我爸的五龙探缝 治疗这老头 轻而易举 不愧是我免哥 不管是变药 还是诊病 到最后啊 都要治病一种 不会治病 什么都是扯淡 爸 我成功了 嗯 接下来 由三位评审进行点评 并排出名次 三位的诊病方法 让我们大开眼界 而最精妙的 莫过于林枪威的 悬丝诊脉 而诊病最准确的 也是林枪威 没错 林枪威啊 理应第一 我宣布 第一名 林枪威 王勉第二名 至于曹全 诊断太曹帅 淘汰 臭婊子 这一轮 算是让你装到 下一轮 我不可能再让着你 三决两胜 我已经赢你了 你错了 变药诊断只是基础 治病救人 才是医者的根本 救不好人 你一样是废物 接下来 是最后一轮比试 治病 有王勉先来 这就是当时最强的 针灸之法 五龙探奉 真是厉害啊 年纪轻轻啊 已经将五龙探奉针法 练得如此邪术 皇师跟你王副会长 不相上下了呀 已经是清除于蓝 胜于蓝了 不愿是明门之后啊 继承您神针王的称号 持日可待了 这就是五龙探奉 爸 你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针法呀 是 这五龙探奉针法呀 治刚治强 贸然对患者施针 一定会增加病情的 王勉这小子 急于炫技 恐怕忽略了治病的根本 你们两个赤脚医生 在这平叛五龙探奉 真是可笑至极啊 患者狂症已消失 接下来 开服药房条理即可 畅方 水松 泽兰 威灵仙 枸杞 当归 五千字 这药房开得好啊 重点在通 一通百通 神清气爽 心病自散啊 有了王勉的药方啊 这患者 无日即可痊愈啊 三位评委 我以下针治疗 也给这老头开了方子 这灵强威 还有治疗的必要吗 没有 没有 不 林强威 必须 是真的必要 而且 我也没有必要跟五龙探奉针法一较高下 是啊 副会长 不如让林强威写一张药方 看和王勉的哪个疗效更好 也作为这一轮比试的评判标准 前辈 这个题也好 剑人 你输定了 这张方子是我王家的祖传秘方 况且我用的是五龙探奉针法之人 你都不知道我的治疗状况如何 又该如何下方 哎呀 这怎么了 哎呦 这怎么回事 通血了 病人病情已经加重了 这五龙探奉针法呀 不过如此 这不可能 我的治疗没问题 这怎么可能会通血阴诀 脉搏威起 嗨逆不化 这是急火攻心之招 副会长 现在也只有你能救这位患者了 我治不了 五龙探奉 乃治阳针法 疗效霸道 刚才我儿子已经使用过一次了 不可再用 否则会起反作用的 你都治不了 那现在还有谁能救治这位患者 林强威可治 或者他爹也可以治 你治不了 还能指望这些年轻小辈 和那个臭我结 是啊 就算他会悬死者脉 也不见得他会治病啊 那你们来救 老夫身体不是不在状态 嗯 我来治 虽然不知道我爸为什么让你来治 但是我五龙探奉都治不好的 你也治不好 免哥 这小姑娘的针法看着如此神奇 比你那股龙探奉 还有厉害的感觉 不可能 我们王家五龙探奉 独步天下 怕这种垃圾针法 怎么可能比五龙探奉还厉害 免哥说的对 就这小姑娘花里胡哨的针法 差点把我护住了 卖下平稳 呼吸顺畅 患者的病情稳定了 嗯 林强威啊 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针法 竟如此了的 嗯 相约针法 不值一提 哎呀呀 小姑娘 谦虚了 此等神奇针法 放在整个中卫界呀 那也是 数一数二的存在了呀 因为你什么意思 这种垃圾针法也值得称赞 比我们五龙探奉针法 不知道差了多少 他能治好病人 纯属巧合 林强威的针法 比五龙探奉强 爸 你怎么能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呢 混账 要不是你刚才炫技 使用五龙探奉 这位患者 又何至于此 我宣布 本轮比试 林强威胜 理当如此啊 林强威在三轮比赛中 均获得第一 成为本届中医协会 第一名 其他选手请离场 慢着王勉 你忘记我们的赌约了 什么赌约 你说的 说了就嫁归给我道歉 怎么 现在想赖账 我说过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这就是所谓的名门一派 说过的话不承认 毫无承计可以 像你这种 怎么配当医生 臭婊子 你个卑微低下的赤脚医生 跟我谈公平正义 在这儿 老子就是公平 老子就是正义 凭什么 就凭我是中医协会副会长 京都神真王王延森的儿子 而你 和你这个扫地的爹 都是低下的垃圾 跪下 给我女儿道歉 本汉 你是什么东西 跟我猜这指手话讲 再多说一句话 给你腿打断 行不行 放肆 怎么跟你先生说话的 平时我就是太惯着你了 爸 你怎么连个臭扫地的都维护 这个扫地的身份 大有蹊跷 你了怪猪特的 背着 哎 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林强伟 既然你在选拔大会 获得第一 那么中医结会 自然会加入的 评委里面 请选一位拜师吧 姑娘 选我 我必将毕生所学 轻囊相受 修我修我 我会让你朋友没停 你个臭婊子装什么 还不赶紧选 错过这个机会 可就没有了 像你们这种低贱的 赤脚医生 错过这种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们这辈子都是蝼蚁 我谁都不选 好 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远大的志向 令人钦佩 哪个狗东西说话 给老子滚出来 会长 嗯 刚才那句话是我说的 你有意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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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下 给这小姑娘道歉 会长 我 混场玩意 会长说的话 你没听见是吧 还不赶紧给人道歉 你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林强威只要不同意 你就一直这么跪着 回头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小姑娘 您大人又大量 饶过他这一次吧 我回去啊 一定严加管教 嗯 二十年 谈指一挥间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你知道 这几年 我找你找的 有多辛苦 爸 你又是照顾着 我一定交集 你这么说 可真让我伤心难过啊 你我曾经 可是最亲近的人啊 那是过去了 现在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 也不想跟中医界 有任何关系 二十年没变 你还是这么固执 回来吧 中医界 需要你 目前中医没落 需要你付出 来拯救中医 这 这是 这么厉害啊 爸 这臭草弟弟 什么来的 闭嘴 别乱买 我已经封衣了 今生不再出手 我怎么可能让你置身使怪 你太天真了 林强威是吧 你刚才的表现 我都看到了 你可愿意 拜我为师 你要知道 我和一圣林燃 师出同门 你拜我 就相当于 拜在一圣门下 我愿意 不行 我不同意 爸 为什么 接近林燃是我的梦想 如今 我已经无限接近林燃了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尽中医界可以 拜赵洪明为师 就是不行 强威你怎么样 你别吓巴 吓 太吓木碗了 你女儿 果然遗传了木碗的怪病啊 封衣了 你女儿怎么办 就不用你操心了 好好当你的会长吧 师弟啊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到 怎么可能让你轻易地消失呢 袁森 在 三日后 我要举行拜师宴 交由你置办 是 爸 赵会长疯了吗 竟然要收一个赤脚医生为徒 还要举办拜师宴 闭嘴 会长也是你能忘义的 以后见了林强威 守起你那个高傲的态度 现在去结交 没必要吧 这个姑娘的背景你是惹不起的 听我的就对了 外相紊乱 恶寒发汗 还是得了死怪病 我答应 我答应 木威 木威 我对不起你 强威的病比你来得更急 更糟 我现在该怎么办 束手无策 赵哥 赵哥 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女儿 第一针 烧山火 第二针 透心凉 第三针 鬼剑仇 第四针 滚烟手 第五针 太医针 好了 外相平稳 这是痊愈之症啊 太医针可以治好她的病 为什么木威会去世呢 这鸿鸣 你个混蛋 爸 你醒啊 快喝药 我刚刚跟你把过满 就是喝多了 你就是甜的没事 那是什么 这是中医协会的请柬 赵会长要为我准备拜试验 爸 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你不能拜赵红明为师 为什么 因为他是杀害你妈的凶手 你胡说 我妈怎么可能会跟中医协会的会长有联系 你不是说我妈是因病去世的吗 我曾经以为 你妈也是病死的 知道我救起了你 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是说 中医协会选拔大会上我晕倒 是你救了我 是我 林沫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我原本以为 你只是懦弱无能 没想到你还虚伪骗人 小薇 真的是我 我没有骗你 漏了 不要再说了 明明是赵会长救了我 你就想冒领他的功劳 你又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 一个这样做我就会感激你吗 做梦 强威 你听我 当我 我一定要拜师赵会长 你 强威 赵鸿明是你的杀母仇人啊 你要拜仇人为师 你如何对得起你的母亲 牟威 我一定会阻止强威的 你放心 闺威 闺女 很快的 很快 你就会醒过来了 赵会长 你女儿受伤严重 大脑受到严重损伤 估计这辈子是醒不过来了 不 不可能 一定还有希望的 赵会长 你冷静 你也是学医的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太医神镇 只要太医神镇 能救我女儿 喂 从现在开始 全力搜索 林燃的踪迹 一定要 把她给我找出来 会长先生 我来提醒一下你 我们的交易 放心 只要治好我女儿 我会履行我们的交易 李小伟 恭喜啊 获得赵队长的青睐 未来前途无量 以后一定多多干赵 对啊 年纪轻轻啊 医术就如此精湛 现在又被赵会长为师啊 从今往后啊 林小姐啊 必将名扬中医界啊 站在这医界接峰啊 谢谢两位前辈 以后还请多多提醒 一定一定 中医选拔大会上 联营三场 那绝对是我们 中医界的天才 是未来 付清我们中医的希望啊 林小姐 林小姐 之前呢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今天呢 我郑重地表示一下 我的歉意 今后 我们都在中医协会共事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你的道歉我不结束 况且我这辈子 都不会跟你这种人 成为朋友 臭婊子 刚傍上召会长 就以为高枕无忧了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你压在身下 狠狠地蹂躏 站住 臭嫂弟的 这可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都能随便进呢 我找赵鸿鸣 笑话 赵会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就算林强威成了赵会长的徒弟 你在我眼里 也就是个扫垃圾的老乙 作为神针王传人 一点教养都没有 再出言不逊 我替你老子管教你 跟我装上了 忘记上次是怎么下跪给我擦鞋子了 林强威刚刚成为赵会长的徒弟 你就敢呵斥我 真是个狗掌人设的东西 朱嫂 你来干什么 强威 赵鸿鸣收你为徒 一定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难道我就不能凭借自己的医术 获得赵会长的赏识吗 你是赤脚医生 你医术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 强威 你自己多大能耐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没有能力 那我是怎么获得比试第一的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怎么见不得自己女儿好 拜师赵会长是颇天的富贵 能改变你们一家子的阶层 就是 要是别的家长看到女儿啊 有这样的机会啊 早就方便破庆祝了 你怎么还阻止了 爸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见不得我好呢 有时候真的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妻生女儿 强威 你对我的误会太大了 我真的是在保护你啊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无非想控制自己的女儿 借着为女儿好的忧头 来控制你女儿的生活 林小姐天赋一禀啊 美人中龙凤 怎么会有你这么自私卑鄙的爹 听到了吗 你听听别人都是怎么议论你的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执迷不悟的是你啊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要拜赵红明为师 是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是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我也要拜师赵会长 好 好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要是听你的话 我才后悔一辈子 今天这场拜师宴 生日是特意为我准备的 我不奢求你支持我 但我也绝对不允许你捣乱 来人 再给我赶出去 站住 再跟我装啊 失去倚账 我看你这条狗 还怎么装 你给我滚开 还跟我硬 不是想进去找你女儿吗 可以 你 往我胯下钻过去 我就让你进 怎么回事 你做了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略须惩戒 下次再敢出言不讯 我让你下半辈子 没办法 还敢说话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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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怎么了 爸 爸 救救我 告诉我 这是谁干的 林强威的父亲 那个臭嫂弟的 我一定要杀了他 哎呀 你不要再认识了 林强威的父亲 你是得罪不起的 爸 林强威我得罪不起 那个臭嫂弟的 我也得罪不起 喂 我再警告你一次 离他们远点 否则 你跟我回事话家 知道 决定 收林强威为徒 还希望 在场的各位 一同给个见证 好 行拜师礼 嗯 敬茶 李成 即日起 林强威便是中医协会会长赵红明的徒弟 望其恪守一心 以救死福伤为己任 办事礼结束了 你可以有给你师傅带什么礼物啊 嗯 对不起师傅 我不知道还要带礼物 没关系 把你爸教你的针法 孝敬为师就好了 奇怪啊 会长怎么会对赤脚医生的针法感兴趣 不会是想据回己有吧 选拔大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 那丫头使用的针法确实厉害 比武龙探缝针法还强啊 爸 这赵会长为什么会对野鹿子针法感兴趣 野鹿子 我王家武龙探缝都比不过的针法 能是野鹿子 你是说这针法有来透 嗯 师傅 你要我爸的针法干什么 那针法上不了台面 没什么特别的 看来 你爸什么都没告诉我 你口中的上不了台面的针法 其实就是太义神针 什么 太义神针 那可是医生林燃独有的绝技 林强威怎么可能会呢 我就说吧 这世界上比武龙探缝针法还厉害的 也只有这太义神针了 啊 周会长说的是真的 嗯 林强威在比诗中用的针法 真的是太义神针 嗯 叫他针法的人是他爸 所以他爸是 是医生 你不让我招惹他 原来你早就知道 他就是医生 师傅 你是不是搞错了 那怎么可能是太义神针呢 那可是医生的绝技啊 你还不明白吗 你爸就是林燃 就是医生 不可能 他就是个扫地的 怎么可能会是医生林燃呢 是与不是 稍后便知 把你学的针法 给为师演示一下 对不起师傅 我只学会了三折 我的好师弟呀 这真的是医生啊 你到底还要躲我多少年 还不现身吗 我认出来了 是林燃 医生林燃 医生终于回来了 我们终于见有救了 这是医生 医生林燃 他就是医生 医生林燃 不错 和三天前相比 你的气质是大有不同的 这才是我风华绝代的 医生师弟 你是医生 对不起就过去了 明明我最宠败的人 就是医生 你为什么要骗我 小薇 我也是有苦衷的 如果今天不是师傅 收我为徒 你是不是一直打算 瞒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 当听了竟然瞒着 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一直爱给我开玩笑 我苦苦追寻的偶像和榜样 竟然就在我身边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以你为榜样而努力奋斗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就是个笑话 不是的 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 其实你不一定要追寻我 你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师弟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能亲生女儿都骗呢 莫菲 你是怕她知道 你亲手致死了木马 怪罪 这就是你一直欺骗我的原因 不是 有很多原因 回头我给你慢慢解释 今天我是来找赵福明算账的 算账 算什么账 他是我师父 也是你的师兄 何况 他还救了我的命 你应该感激他 你理智一点 你还看不出来吗 赵福明收你为徒 就是为了蔡医生 那又如何 不管师父出于哪种目的 至少没有骗我 为师父封上太乙神针 也是应该的 你看看 你的女儿都比你懂事 现在 中医末 取缔中医之声日渐宝大 我学太乙神针 也是为了拯救中医啊 拯救中医 收起你虚伪的面孔吧 你夺取太乙神针 只为了满足你的一己私欲 黎人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会 你治死我妈 骗了我二十年 你才是那个最细微的人 混账 赵福明才是杀害你妈的凶手 什么 我没听错吧 是赵福明 害死一生林燃的妻子啊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不会是林燃 为了推脱责任而归 这么说的吧 若是如此 就不需要与这卑鄙小小为伍了 本来还指望林燃能够复兴我中医呢 没想到是这种小人 你胡说 会长为什么要害死我妈 师弟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有什么理由害死你老婆 你杀了我老婆 陆上了中医协会会长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二十年前 我用太乙神针治好了我老婆的病 然后我就混了过去 你就加害于她 还有这回事 真的假的呀 你怎么知道 是太乙神针治好了木婉呢 还是治死了木婉呢 我女儿和我老婆 同样得了一种怪病 三天前我用太乙神针治好了她 那天我就想起来了 在我失针之后 多了一个针口 在我昏睡之后 你就下了针 赵弘明 你承不承认 还有这回事 这是真的假的呀 不认 师弟呀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可你不能把孟婉的死 推到我的头上啊 就是 这些不过是你的猜测 一想办了 你到现在还帮着她说话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既已拜师 明镜 会长便是我至亲之人 我定要维护她 好 好 好一个至亲之人啊 我一定会查到证据 证明真相 慢着 把太乙神针真法留下 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 师弟呀 我真要好好谢谢你 替我教育出这么好一个徒弟来 乔尉为了赵弘明 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不 是取决于你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女儿的话 就把太乙神针真法交出来 我的人生充满了欺骗 我就是个小丑 如今 我对师父有用 你要拼尽全力帮她 慕安死以后 你就是我的一切 这太乙神针 我教 这就是传说中 起死灰声功效的太乙神针呢 这辈子能看到此等传说绝技啊 死而无憾啊 爸 这医生凌人疯了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展 是太乙神针绝技 这不怕被人学了去 你以为 此等神针绝技 谁都可以学会吗 这套针法 看似简单 可蕴含着无数的变化 灰色难懂 被常人可学 我就不信以我的天赋 还说不明白 爸 我确实看不明白 宁然 你这是骗我 这明明是师父 守我们为徒的时候 所传授的 最基础的真法 根本不是太乙神针 不 这就是太乙神针 你老说师父偏心 太乙神针只传我 不传你 其实师父早已将太乙神针 传于你我 只是你没有领悟罢了 我信 你骗我 你一定是在 师父根本没有偏心 相反对你更好 只是你被欲望蒙蔽了 忽略了这些 真不知道师父是什么意思 天天练习着无用的针法 什么时候才能教我们太乙神针啊 师兄 你定心 师父说了 这套基础针法非常重要 等我们完全掌握了 师父自然会教我们太乙神针 哼 师父那是忽悠你呢 你自己练吧 我不练了 我等着师父教我 真本事 不可能 这些基础针法 怎么可能是太乙神针 你 休想骗我 远不骗你 那那你的徒弟就知道了 我爸从小就教我这些针法 我只学会三针 我照 原来 师父早已传授我太乙神针 我终其一生追求的东西 早就获得了 只是我没有珍惜 师父说过 太乙神针再强再厉害 也是救人的手段 是术 作为医者 切不可过度依赖 只要愿意潜心研究医术 是可以研究出来更好的治疗手段 而作为医者 救死扶伤 是我们的道 而当今大部分中医的人 被名利缠身 就有几个固守本心呢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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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医教 说得好 不仅仅是中医 西医也一样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有几人是热爱医术 而现身这个行业的 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 中医没落 可不是没有潜心研究医术 而是因为 中医本身就是骗术 而被医术 你是何人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腾野小次郎 爸 这小次郎名头很大吗 腾野小次郎 岛国人 其医术 享誉世界 在西医流派中 最厉害的医生之一呀 来头这么大 来我们中医协会做什么 腾野 不允许你侮辱我们中医 我来是客 你不是来参加拜试验 让我们欢迎你 但若是你来 挑衅讽刺我们中医 我这儿不欢迎你 你算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你 你 难道我说错了 中医难道不是一种骗术 考一些破草就忘图治病 见光草 腾野先生 您来做什么呀 当然是完成我们的交易 赵会长 你不会忘记了吧 当然不会 我处理完中医协会的事情 自然就会去找你 坐 走 你把他照顾 中医协会不久将不复存在 赵会长 你又何必如此费心 什么 中医协会不存在 腾野 你这是什么意思 男嘴胡言 中医协会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跟外人来参与了 赵会长 看来你没有把我们之间的交易 告诉这群蝼蚁 会长 你跟腾野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啊 这是我跟腾野的事 跟你们没关系 怎么了 赵鸿鸣 你什么时候在乎这群蝼蚁的感受呢 你若不想说 那我们的交易要取消吧 不 不要 我宣布 中医协会 将无日解散 什么 你要解散中医协会 这可是药王他老人家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解散 凭我是药王的徒弟 我是中医协会会长 会长 你要谨慎呢 中医本就没落 没有了协会 凭我们几个个人的力量 何谈复兴中医啊 对啊 我已经想好了 中医协会 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 中医 就凭你们这些歪瓜连藻 这些庸医 知病就等于害人 汤医 我不许你侮辱中医 侮辱 难道中医不是江湖篇书 只有西医 才是真正的医术 中医博大精深 传承五千年之久 乃是我大厦的瑰宝 你学的西医 不过仅仅百年间的历史 也敢忘录吗 中医 真是不自量力 漂亮 小城 既然你敢这么说 那我就向你们发起挑战 中医和西医 到底哪个更量 我可有人敢应战 现在 连一个敢站出来的人 都没有了吗 这小姑娘当中医生 比这群老家伙强多了 要不 你来跟我比试一下 我 我闺女不懂什么事 出出茅庐 也代表不了中医派 你们这些名医怎么不说话 怕了吧 如果怕了就不用比了 大德方方承认 中医就是垃圾 中医 你别嚣张 谁说我们怕了 我来跟他比 好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 我欣赏你的勇气 但是如果你比输呢 你就要承认 中医 垃圾 爸 想清楚啊 强打出头鸟 这是关系到中医兴亡的大事 你真的要自己扛起这份责任吗 中医借人才积极 明非要自己扛在肩头上 赢了 明吹千古 可要是输了 明秋万年啊 吧 中医存亡之际 倘若我继续做缩头乌龟 那才是真对不起我 毕生所学的医术 就算成了千古罪人 不也认 好 副会长 我支持你 不管结果如何 你都是我们中医界的英雄 对 是中医界的神尘王 我相信啊 一定会扬过这狗日的 扬过枯萎 感谢诸位 你人一定竭尽全力 绝对不会给中医丢人 你想怎么比 挑选一位患者 谁能治好 谁就是赢家 这里又没有病人 也不是医院 就用张会长的女儿 作为医治对象 腾野先生 你的意思 我的女儿还有救 当然 我们已经研究好 最新的医疗技术 有信心治疗好你的女儿 所以才来兑现我们的交易 好 只要能救好我女儿 我就立刻解散 中医协会 腾野 你卑鄙 是不是已经早就计划好了 治疗张会长的女儿 才是医师的最高级的挑战 怎么 你不敢了 笑话 我怕 我既然答应了你 我绝对不会退缩 发 中医长的女儿怎么了 除了成祸 成了植物人 植物人 植物人哪能治好 这世界上哪有能治好 植物人的医术 这小子太印象了 明显是他下的套 事已至此 也只能硬着头皮 比下去了 男儿 你再坚持一下啊 你很快就会醒了 王先生 请 看来没笑过 现在该忘了 雷先生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着急 你女儿 已经有效过了 过一会儿 就会苏醒 王副会长 你输了 该兑现我们的赌约了吧 输了就输了 我承认 中医 不如你们习 中医就是垃圾 未来中医 越来越末 自证消失 童医 你骗我 我女儿根本就没有好转 她刚才的反应 完全是躯体下意识的动作 救不好我女儿 你休想让我为你做任何事 张会长 你怎么还相信中医 这么多年 中医治好你的女儿了吗 中医把脉 根本不准 要相信我们习 不 中医能治 医生 林燃 她可以治 对啊 师弟 看在我们多年 师兄弟的份上 我求你 救救我女儿 林燃 整个中医界 只有你能拯救我们中医了 我恳请你站出来 继续这场与新医的比试 维护我们中医啊 林燃 求求你了 打败这小日子 养我中医之威 当民族气运坠落到谷底时 有多少英雄先烈站出来 当大下的江湖 被侵占时 有多少军人潜伏后继 当中医落魄 即将消失的时候 也需要有人站出来呀 无等请愿 请医生付出 拯救中医 长哥 别伤心 我今夜 这是我的命 等我死后 你要我强违 超过长大 别再致命一说了 我 拒绝 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大下传承千叠的瑰宝 要被淘汰吗 你是我们中医界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中医啊 你不站出来 对得起传道寿业的恩师吗 对得起中医界吗 依然 你再不拯救中医 中医就要消亡了呀 你们口中的中医兴亡 就是让我去救杀妻仇人的女儿 不是要求你去救 而是想你赢这场比试啊 那有什么区别啊 爸 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师父害死的妈妈 明明是你自己的失误呀 你已经治死了妈妈 难道还要放弃这样一个无辜的生命吗 这难道就是一者所为 乔薇 你不明白事情真相 我不怪你 赵虹明 依然 我就 我就杀了你女儿陪葬 赵虹明你个王八蛋 是你逼我的 他以神针 用起死回生的功效 依然 只有你能救我女儿 起死回生 这怎么可能 一个人生病后身体枯竭 怎么可能起死回生 你们中医 这都不叫江湖骗术了 叫邪术 你们导国根本不知道 我大下中医的神奇之处 垃圾 你们口中的医生 不过是一个锁头乌龟 根本不敢施展什么太义神针 唐爷 你不要太嚣张 太义神针的针法 也不是你这种小人 能够见识到的 莫须有的东西 一定是你们在顾道全虚 赵虹明 你追求这虚无缥缈的针法 不如相信我们西医 刚才的治疗已经起到了效果 只要你坚持 一定会好的 我虽然没有西医 可我毕竟是个医生 把女儿的情况 我最清楚 唐爷 你分明是在骗人 既然如此 那是你女儿死了 唐爷 你个王八蛋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我不过是 打了一点刺激 她身体细胞的药 若是我不继续治疗 你女儿早就 心衰而亡 听听 你别吓吧 我会救你的 雷然 我在最后说一遍 救我女儿 救你女儿可以 输出二十年前的真相 这是我最后的一线 好 我承认 是我少了木婉 二十年前 她一身针 给木婉治疗的时候 都知道昏迷 其实木婉 她已经痊愈了 只不过 她的脉象还不平稳 我就多失了一阵 导致她死亡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为了当上中医协会的会长 师父喜欢把毕生所学 全都传授于你 不管是冥王 还是医术 我都远不及你 你只有出了医疗事故 我才有机会 只是个位置 对于我 她象征着权力 是改变我命运的机会 我也有一腔热血 想改变中医现状 想让中医崛起 可是你当上了会长 并没有改变 是 我被权力 蒙蔽了眼睛 力以熏心 渐行渐远了 我甚至忘了自己的初心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拼尽全力 振兴中医 你没有任何机会了 赵鸿鸣 你涉嫌二十年前 故意杀人 现在给我回去调查 等等 能不能烧到平哥 让我再看看我的女儿 姜薇 你听到了吗 这就是真相 不让你当医生 是遵照你妈妈的遗嘱 教你学医 是为了以后 让你自己给自己看病 爸 我败了山母 找人为师 我还一直威胁你 我真该死 爸 对不起 我错了 这不怪你 是爸爸隐瞒了太多事 但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保护你啊 通过这件事 我也明白了 是爸爸隐瞒了太多事 除鹰未来 总要翱翔天空的 爸爸也不能保护你一辈子 以后啊 你想做任何事 爸爸都不阻止你了 爸 林燃 快救我的女儿啊 闺女 来给我当助手 好 撞枪做事 什么太乙神针 都是垃圾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治好了 植物人 邓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让你见见大下 我催中医有多么的神奇 乔威 太乙神针烧伤火 夏天辅旋 后心凉 夏陵虚旋 鬼剑仇 夏神风旋 嗯 太乙神针第四针 观音首 第五针 太乙神针 这就是太真 神奇 太神奇了 壮在我中医啊 有此等神迹 何朝中医复兴不得啊 一生凌燃 此等手段 惊为天人 我神针王 在凌燃面前 真是个笑话 真是万万不如啊 爸爸 我这是 怎么了 这是在哪里 为什么睡了这么久 孩子 你要好好地生活 谢谢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植物人竟然被治好了 这简直是 医学界的奇迹呀 令人先生 请收我为徒 我要跟你学习医术 你不配 中医是 大下国粹 博大精深 岂能是你们这帮 道国恶徒所人指的 我们走 我本不想再参与 中医见任何事情 但是 泱泱大下 国之瑰宝 危在旦夕 而等 所有复兴之心 却无能为力 这既是中医的悲哀 也是时代的悲哀 你们应该抛弃 门户之剑 相互传授绝技 如此中医将不再是 一种神秘的秘技 还会成为一种 开放性的学科 人人学中医 人人用中医 这样中医才能 发扬光大 明日起 我将开宗收徒 不管是名流医派 还是赤脚医生 皆可参加 为中医复兴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好 好 好